中国的基建特别是高铁发展迅猛 已然坐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但是最近中国的第一宝座似乎不保 法国在高铁上研发了新一代的轻动力单轨列车 据说这个轻动力单轨列车时速1200公里 它采用了地效悬浮技术 不仅速度更快 减少了摩擦力 而且能量损耗很低 列车采用到提行轨道 高铁下面还有20多个气垫保护 列车行驶时20个气垫则包裹着轨道突出的部分 起到一个指引方向和稳定车身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这辆列车预计时速最高在1200公里以上 我国高铁时速是400公里左右 达到我国的三倍以上 简直比飞机还要快 据悉 该列车每公里的修建价格在600万欧元左右 不过现在它的速度还达不到1200公里 但据设计者透露 随着技术的成熟 一定可以达到当初设计的速度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